感覺的邊界將在這個週末 五月十八、十九 在各劇院的小劇場演出 台中文件會 嗨,我們是新舍 我是吳秉勝 這邊是劉承傑跟邱俊玲 因為我們把所有的硬體設備 當作一個表演者的狀態 就今天輪到誰在說話 或是誰在跳舞 然後就是去安排整個段落的呈現這樣 然後我們同時也是在 做一個算是一個比較創新的技術 叫做即時演算 就是我們在裡面所有的行為 都是一個即時的 就是例如說我最後的橋段 是拿著一個手機攝影機 然後到處走動 它都是可以即時的去產出一個虛擬的世界 所以同時我們在玩的 就是說在現實中 要如何跟一個虛擬世界 是有一個高度的連結性的 那同時也包含跟音樂如何去做一個調配 就是例如說音樂大聲的時候 畫面會長怎麼樣 那音樂小聲的時候畫面長怎麼樣 那同時也是因為這邊有一位DJ邱俊玲 他就是會在現場在調控音樂的一些變化 然後我同時影像就會收到這個反饋 讓觀眾有更有這種勝利其境的感覺 他的成績感會更強烈 而不是一個預錄好的影片 都即時產生的 沒錯 所以就是今天演完 然後明天可能會長不一樣 有一個橋段是有用到AI的 然後AI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這邊也是琢磨滿久的 因為主要是想要讓它比較扣緊我們的 像這種自然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是在例如說 AI橋段的話就是會用就是 即時生成的剛講那個動畫 然後混到AI裡面去 他們就是有另外一種層次的交錯感 如果要讓它更有張力或是再進到劇場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去看說 不同的頻率可能是可以對應到影像上面的 有一些參數的調整 因為畢竟我們收到是即時運算 所以我有自己加入一些 我即時調控聲音的系統在我製作的聲音上面 就比較像是又把我在DJ的經驗的現場演出的部分也帶回來 所以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然後但實在是在劇場的空間 這個節目其實放了超過一年 那從那時候發展到現在 比較不一樣的是 雖然都是AudioVisual 但是我們在思考上面 跟設計上面 有一些不一樣的調整 尤其是這次進到劇場裡面 就是它跟在戶外的AudioVisual演出 其實是蠻不一樣的 可以做很豐富的燈光的變化 或是聲音的變化 包含在空間上面的位置啊 燈光的明暗的對比啊 所以我們這次把AudioVisual放到劇場裡面 其實就是以一個AudioVisual的觀點 來試圖解釋或是說理解劇場的這個空間 所以這就是 其實這就是我們感覺的邊界的一個題目的原有這樣子 其實因為這次的劇場的作品的形式是50分鐘嘛 就是它的長度是50分鐘 那是算是前所未有 就是我們之前做音像現場演出最多就是半小時 其實是極限的 因為就大家的感官經驗 或者說在視覺上面的刺激 半小時是一個蠻甜蜜點的一個時間 那當進到劇場裡面它時間被拉長 我們就發現需要處理的方式跟感官是很不一樣的 我自己是會在製作的時候比較難想 同時想像到很多關於視覺跟空間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收到的訊息可能就蠻多東西 我當下可能沒辦法去消化 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不會覺得是 吵架 進劇場一定會有一些討論 因為 應該說 作品趨近完成的時候 它就會 我們會顧到越來越多細節 那這些細節的調整 就變得非常關鍵 那我們會去討論說 那它的觀點跟我的觀點的差異 那我們怎麼找到一個新的平衡 或是最好的結果 讓大家的想法都可以表現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做這件作品最有趣的地方 因為我們同時有兩個聲音的觀點 或是同時有兩個影像的觀點的時候 它就變成讓這件作品有更豐富的表現方式 在說明聽說明